两人都有考虑复婚的想法 却又都充满疑虑 他们的婚姻之所以破裂 究竟是因为什么 责任又在谁呢 夏女士告诉大家 打从结婚开始 她就和丈夫一起在工地打工 起早贪黑 任老任怨 那时的他们虽然穷 但却很恩爱和谐 可自从丈夫开始承包工程项目 逐渐有了前置后 对她的态度就变了 夏女士所说的变心 究竟指的是什么 而这又是否是矛盾的根源 他们干工程呢 她上外地带着这个女的去的 回来她俩一起回来的 在车上我堵住了 那时她第一次她承认 她说她错了 她只要出轨了 她说老婆对不起 你所谓的一堵着他们 她当场就给你立马道歉了 她是说她老婆我错了 她家里全是没有的事 一点都没有啊 对一点都没有 这个女的吧是工地的 工地因为离我们那个城市很远 一百多公里 她要搭粪粪车回我们那个城市 我不能不同意 而且是工地的一个工作人员 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她不是说当时看见那个女的以后 你就认错了吗 没有这事 我认什么错 听我说 没认错 老公公老婆怎么拉来的 啥都没有 我认什么错 家里我晒个荡 我说我没有家 我们还有两个儿子 你这么大小生 破坏别人家庭 她说她错了 她说她出轨了 她说老婆对不起 她说孩子没结婚呢 就这么说 没这事 然后关系也没有 十年前的那次事件 究竟是搭顺风车引发了误会 还是真的落了实锤 双方今天各执一词 夏女士很是不愤 然而 让她更加难以接受的事 还在后面 那次争吵之后 两人关系有了裂痕 可当刘先生的工程遇到了问题 资金严重短缺时 她又想到了找夏女士 她求着我 她媳妇再保我一次 我说我不该保你了 你父亲来你给我抛弃我 结果她说啥吗 两个儿子还没结婚呢 这也是保了我 我不会再批判你 考虑到孩子 念及到夫妻情 夏女士不计前嫌 挺身而出 我以巴给她借二十万 绑了她二十万 拦住一个小区 挣了二百万 因为她的帮助 丈夫刘先生的事业再次攀升 并且把工程从沈阳 坐到了牡丹江 当她半年后 去到丈夫在牡丹江的住所 听到的低音序话 就让她犹如五雷轰敌 那游了钱了 下半年开始 给这个女人整上了 我在母亲家 在那住 回家的家 人家咬活 她大老婆回来了 我说什么意思 大老婆回来了 她来 你家老公 两个老婆 这就是我老公 她来到家的女人 你是去问了刘先生吗 没有 我扎准了份 一问给外头女人有关系 张后就骂她的时候就打 她给外头住 她不进家住 她不回家住了 这几年她都没回家住 回家就打我 她不回家住 她住哪呀 跟那女的住一起 你怎么知道 她跟那个女的住一块 可是你听我说 我想丁手 可你也说 你抓着你不想磕着吗 所以说 救命那个心情去抓了 但是你说 她跟那个女的在一块 我们没有听到 一件事情是能够正视 她跟那个女的在一块的 她跟那个女的经常发短信 那个女的一会儿 老公长老公短 我想你 你看到了吗 我儿子都知道 我儿子 妈你给我爸发短信了 老公什么的 我爸那爸出来 也不拿我当老婆了 你是说 你儿子告诉你 看到他爸的手机上面的短信 发的内容 就是称老公 什么什么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刘先生 没的事 我干工程 到处施工 不可能在家 天天在家 而且不是在本市 今天在这个城市 明天在那个城市 儿子说的那个 看到你手机 这个吧 是公司的一个员工 然后吧 他给我们绑着做推广 他是这么称呼的 叫老总 老总和老公是两码事儿 那儿子为什么会看成是老公呢 儿子没说是他在里边憋 如果儿子看到的是这个内容 为什么要去跟夏女士说这件事儿 这不是个事儿了就 以前他的车吧 本池车是挂了孩儿饼拍的 后来加班沈阳去了 然后去挂孩儿饼去 去过库 中间吃饭 儿子给我干账了 儿子儿媳妇给我干账了 他给他妈不知道怎么学的 你是说因为儿子跟你吵架了 所以在他妈面前挑拨了 对 然后老总 老公 来来来 你就是告诉我 儿子是故意在你和夏女士之间 挑拨了这个事儿 我感觉到儿子都没说 是他在撒谎 我感觉到 ¿ 我感觉到你和夏女子里面 还有我感觉到 你跟夏女士说了 我来 你